刘女士的孩子现在13个月大 在今年8月5号的时候 刘女士和杭州东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工作岗位是文案策划 具体工作地点在杭州 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夏沙幸福南路1116号 和茂大厦 不过她告诉记者 10月份她还在哺乳期的时候 公司安排她去一个位于一棚的项目上班 那个地方距离自己住的九合路地铁站附近 来回通勤要三个多小时 10月份 然后去萧山一棚那边去上班 我从我家去那边通勤的时间的话 因为没有直达的车什么的 应该要三四个小时 当天回来要交一些 就是她要求的一些工作汇报跟材料 刘女士说 因为觉得工作地点实在太远 当时就提出疑异 但被拒绝了 然后我就提出这个哺乳期的事情 但是就是也被拒绝了 说不能接受 就那边去上班 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只派你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觉得她可能就是故意刁难 因为还是强制我每天去那边上下班 我有点吃不下了 就拒绝以后 就提出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刘女士表示现在已经以个人原因提出离职 但她认为在职期间 和达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她的正当权益 我是文案策刑仓 Church 一个哺乳期的这个时间 就是她是一个哺乳期的妈妈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按正常的一个企业 哺乳期间的话 她如果说是反映到这个情况 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录用的 跟她签的那个合同 上面我们写的是我们的大杭州 那大江东也是属于我们 还是属于夏沙 前唐新区的那一块 杭州核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施总说 和刘女士签合同的 杭州东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是他们的劳务派遣公司 把刘女士安排到 萧山一棚的项目上去 是正常的人事安排 不存在刘女士认为的刁难 刘女士还提到工作期间 她向主管申请过补乳价 但没有被批准 我跟她讲了 她就说这个算矿工嘛 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只说是如果你要请补乳价 是通过人事部门去请假报备好 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请假报备好 是属于矿工的 报备通过那段时间 我找人是没有一个人去理我 刘女士提供了一段聊天记录 说她当时向人事部门询问 请补乳价的手续 对方没有恢复 因为双方各执一词 刘女士已经申请了劳动仲裁 找到杭州前堂新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劳动监察大队仲裁课的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是在1月11号开庭 然后已经开庭通知已经送达给双方了 我们根据仲裁条例呢 有一个庭前调解的过程 到时候会开庭前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就是作为那个三七妇女的话 就是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产假工资 可能要自己要注意去维护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哺乳期有个哺乳价 每天一个小时 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